你是我的荣耀 作者 顾曼 番外 朝朝暮暮 第二篇 第十封信 乔晶晶和翟亮打了一路的游戏 翟亮那边网络果然坑得很 但是乔晶晶在高速上 网速也不遑多让 坑了一局路人后 两人知趣地去玩王者过年新推出的玩法 五军对决了 五军对决是两人组队 五个队伍一共十人在一个新地图里乱斗 他们两个网络差 简直是去送人头 然而又不服输 打了一局又一局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居然连一次第一名都没拿过 地库停车的时候 乔晶晶正打得如火如荼 全神贯注地捧着手机下车 在鱼司机后面开启跟随模式 很快 电梯钉的一声到了楼层 电梯门打开 乔晶晶边玩手机边走出去 走了几步才发现不太对 怎么是一楼大堂 他疑惑地抬头 你不会连我家几楼都忘记了吧 手机那端的窄亮惊呆了 立马送了一个人头 表示震撼 什么 什么什么 于途你去棉花家 乔晶晶这才想起 语音还开着呢 连忙灌掉了话筒 不过这么一打岔 他的手约也挂掉了 乔晶晶郁闷地爱了一声 于途叹了口气 拿过他的手机 站在原地帮他打了起来 同样的英雄 到了他手里就是不一样 一复活就连续拿了几个人头 完全都不需要乔晶晶科普规则的 窄亮立刻发现了 在那儿喊 是不是换人了 于途再度打开话筒 闲闲地说 你们这一路上打的什么 简直侮辱我的耳朵 然后他就带着好慌 刷刷刷 拿了个第一名 乔晶晶在一旁 简直看得两眼放光 不得不说 打游戏还是于老师强啊 一局结束 好慌又发邀请过来 乔晶晶果断拿过手机 按了拒绝 势力地吹捧于途 嗯 你说得对 好慌就是五分水平 还是你最厉害了 我还是跟你玩吧 说着 他就往电梯里走 赶紧回家 亲手拿个第一名 于途一把拉住他 等一下 我拿一封信 乔晶晶疑惑地跟着他走到大唐信箱那儿 看他找到他家的信箱 毫不思索地按了密码打开 拿出了一封信 嗯 虽然他家信箱和大门是同一个密码 可是他这动作也太流畅了吧 他简直毫无隐私了 咦 你的信怎么会在卧油箱啊 于途无奈地瞥了他一眼 少玩游戏 多吃点淀粉 嗯 什么意思 大脑思考 需要糖分 点点点 谁家男朋友这么毒舌啊 一天简直想打几回 不过他终于反应了过来 嗯 你寄给我的 嗯 你之前是不是只收到了九封信 是啊 这是第十封 记得晚 所以现在才到 这封写的什么 乔晶晶伸手去拿 于途却拿住了信没有放 注视着他说 晶晶 你猜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在想什么 嗯 什么 乔晶晶微微歪头看着他 这封信写得有点深奥 我那时候边写边想 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是不是已经可以读给你听 帮你答疑解惑了 他说着挺顿了一下 嘴角微微弯起 问他 要听嘛 游戏什么的 第一名什么的 重要吗 乔晶晶全忘了 这个夜晚 他们随便吃了点东西 乔晶晶就坐在沙发上 听他读信 听着听着 他就被人半揽在了怀里 信的内容有点太专业了 就算有专业的解释 也经常让人听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他本来也没有很专心 他觉得读信的人也很不专心 证据是他时不时的停顿 很长很长的停顿 冬天的夜晚 总是很快降临 时针指向酒店的时候 信终于读完了 他趴在他的怀里 声音有点撒娇 嗯 你都把我念空了 他低下头 气息吹在耳边 那就早点睡觉 明天还要赶飞机 你不用收拾箱子 我让小猪早上就收拾好了 下午不用过来 嗯 话一出口 乔晶晶就觉得不对 说前半句就行了 后半句简直多此一举 默默祈祷 他没反应过来 但是怎么可能 某人反应可快了 立刻轻轻笑了一声 胸腔震动 乔晶晶 捶了他一下 你再不走 就没有地铁了 今晚 我住这里 乔晶晶 眨了下眼睛 怀疑自己 听错了 呆呆的 啊 嗯 水沙发 于途说 晶晶 我以后会很主动 乔晶晶 从他怀里坐起来 定定地看着他 于途也坐直了身躯 手指 手指触上了他的脸颊 他想 他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在加油站 他委屈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还有他那天说的那句话 我有点愿意 但是这样说 心里又不开心 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是刺痛 而以后每次回想起来 是心底的酸胀 绵延不绝 他无比清晰地知道 虽然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但是他心底 有些东西并没有被抚平 所以以后 每一步 每一个节点 都必须是他主动走向他 他不给他公事 他只好自己找到了 屋子里静悄悄地 但是我对主动不太有经验 如果过分了 记得提醒我 他认真地说 比如 今天我想留宿 过分吗 乔晶晶沉默着 于途微微叹息 退了一步 解释说 明天早上 你八点的飞机 我要送你去机场 难道要我四点 从家里赶过来 你要送我吗 乔晶晶问 你对我要求这么低 休假也不送你去机场 哦 乔晶晶又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 于途听见他说 嗯 不过分 他的声音轻轻的 可是特别清晰 又郑重 不过分的 你这样 我很开心 初五的早晨 火车 飞速地奔驰在回京市的铁轨上 于途坐在窗边的位置上看书 不久之前 他刚刚送乔晶晶去机场 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会合 现在 他们应该已经起飞了 想到林姐他们 看到他时 一脸愕然的样子 于途不由微微露出笑意 然而 想到乔晶晶 这一去 就是三个月 他又微微叹了口气 他觉得自己之前 真是想太多了 他觉得他出差多 工作忙 照顾不了他 可事实上 乔小姐出差的时间 大概比他更多 谁耽误谁的青春啊 于途目光定在书上 却目的笑了出来 火车到达京市的时候 他收到了乔晶晶的微信 他打开 乔小姐给他发了一个 很可爱的表情 晶晶网号 hello.jpg 于途正在输入落地了 还没发出去 他的第二条信息又来了 晶晶说 初次见面 猜猜我是谁 于途点点点 他删除打好的字 配合古灵精怪的女友 初次见面 你是 对面发了一个 更可爱的表情过来 然后说 我是你的手机女朋友啊 AI晶晶 请不吝点赞 订阅